罪的代价就是灵魂灭亡 可谁能主张自己没有罪呢 最终人都要面对灵魂的灭亡 要想避开这条绝路 唯一的方法就是他人来代替自己支付罪的代价 以色列百姓一直按照律法献祭 他们反复献上血淋淋的祭祀 以此承认自己是罪人 并告诉自己若没有流血 罪就不会得赦免 终于耶稣来到了世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支付了人类的罪假 当我们说 我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救了的时候 有一点不可忘记 那就是拯救我们的并非血本身 而是为我们流血的耶稣的死 按照律法献祭时 一般是流羊血 若没有条件就宰鸽子 再不记得就献上细面 不管献上的是血还是细面 总之 过去的祭祀是代替罪人受死的象征 献祭的核心在于 通过杀死祭物来避开罪人所要面对的上帝的愤怒 耶稣曾用一个比喻 水利清楚知道自己是个该死的罪人 但还是期待上帝能消除愤怒 饶恶恶自己 结果主说 这个税利比法利赛人更为益 耶稣带着自己的血 进入了天上的圣索 父上帝接纳了他献上的祭祀 这就是上帝消除对我们的怒气 并饶恕我们的缘由 而对于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么大代价 我们有数算过吗 是不是拿着最多的地方恩典就更显多这话语 仍旧轻易犯罪呢 上帝的恩典无限大 但我们不能把这当作 纵容自己犯罪的底牌 就像以色列人 以焦急的心 期盼着进入制圣所的大祭司 平安无事地出来一样 我们也要时刻警醒 直到进入天上制圣所的主耶稣 再来的那日 让我们体会 为了拯救我们而受死的主的心意 每天都警醒着我心要生活吧 通过流血赎罪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 圣乐教会主日礼拜 制作圣乐教会圣乐宣教中心 讲师尽圣贤监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本学约志愿者 杨栋梁